本省农业已经普遍地吸血化,但是在玉林方面一直还是停留在使用人工作业的阶段。 嘉义县政府为了要使玉林的作业也能够吸血化,特别选择在三期的帆路江成立了玉林吸血中心,准备推广现代化的造林方法。 这个方法是在整理林地的时候在山坡上每隔两公尺到四公尺,开地30公分到40公分宽的横缩步道,再使用割草机来割草,用瓦土机来种植林木,使用施肥机来施肥,使玉林作业吸血化。